大家好啊 说说美国啊 这个联合了60多国家 这现在把中国已经列为疫区了啊 这个 不意外啊 你看啊过年到现在就一个礼拜 急转直下是不是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非常有意思了 如果啊按我上一个我白天时候录那个视频呢那个分析如果这是个反转剧情啊 我弟妈呀巨巨型的精彩的一个电影啊 你看电影开始呢 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是吧 哎呀 憋了大招拿中国没办法 从自己的病毒库里边拿出了一个啊 一般的 大家没见过的啊 经过DNA改造了的 什么 普通流感病毒 往某个国家一放 嗯 这个国家之前经历过有一个叫 啊 有个叫撒 叫什么 SARS 啊 吓坏了 然后这个领导地区领导呢 忽然发现 哎呀这个东西传染力这么高 是不是 然后呢 普通感冒 也产生肺炎啊 流感流感也对这个肺子有影响啊 然后呢老年人死亡 死亡率高 这个新型病毒呢 大家就没药可治 就非觉得非常恐慌 哎呀说是没见过啊 然后几个科学家跟领导反应 领导说 哎呀还招警察先找我们谈谈吧 先别说他是SARS了 那这几个人被约谈了 约谈然后就媒体就啊 突然你看发现 马上这个这个 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宣传机构就开始说来这八个人被打压 然后叫单独采访 要去采访采访这八个人 这八个人要平反呐 是不是 亨国党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哎呀 大家都说这个事到底是不是啊 武汉有疫情啊 全球聚焦 结果这个省领导就 市领导就 马爪了 慌了 慌了以后往上级报 报报报 上级看确实没见过 是不是 那咱们 就按照对付SARS来吧 封城吧 一封城 封完成 大家人心慌慌更更慌了 那大家更慌了以后呢 世卫组织也关注了 老百姓一查身体里都有这个病毒 都有啊 一查 世卫组一看一样嘛 这 是不是 我们查点样品吧 但是告诉你 大约需要两个月三个月能出结果 告诉你到底是啥 现在暂定为叫肺炎病毒吧 定个肺炎病毒 然后呢 全世界这个也慌了啊 慌了 把中国人往往往这个武汉年呢 是不是 就不让中国来了 然后这时候美国突然一下子联合六十多国家 好 是不是 你今天宣布 宣布他是有问题 不明的 是不是 是肺炎的 我们先疫区 然后呢 当年经济制裁不了你 我这回 是不是 直接 宣布疫区 这等于变相经济制裁你 结果呢 就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呢 中国人呢 中国人呢 突然发现 这个病啊 病情 症状 啊 只是啥呀 只是个普通的流感病毒 逐渐逐渐 天儿一暖和 又没了 消失 哎呀 还被人制裁了 哎 你说你说这个配合 这个流程 大家可以看了吧 从那个英国那个叫什么 叫冷藏车 把这个19个人 把几个几十个这个越南冷藏了以后 全中国 全中国的媒体跟着BBC一起说 那是中国人 那个事以来 什么叫舆论战 过年这几天你又看到了一场舆论战吧 又啊 一幕一幕展示你的面前吧 啊 美国 是不是 先下手 啊 世卫组织也上 然后呢 自媒体 假新闻 泛滥 网上扑 啊 有些人给一些递刀子 给那些自媒体 哎 你也抱点料吧 这个又P4呀 啥的 假新闻满天飞 舆论战 啊 这个电影啊 我又要拍完以后啊 应该能大卖啊 大卖 绝对大卖 这个电影呢 哎呀 你说要找我呀 陈秋实啊 是不是 因为这电影是我编剧嘛 我得出现 陈秋实啊 然后这个 是不是 还有这几个主角 哎 你说 你说这个这个 男主角找谁呢 这挺有意思啊 这个 你看这次事件里 男主角是谁呢 男主角 现在找不来 男主角啊 哎呀 女主角 也找一个 可以 但我觉得最后啊 最后那一幕 挺有意思啊 最后一幕 阿贵 阿贵抱着一只小黑猫 阿贵抱一只小黑猫 然后全部的啊 这次事件的啊 全部你看在在YouTube出现的几个大V啊 UP主 战役排 阿贵 坐在那个大长牌椅 他长牌的那个办公桌 是不是 抱一只黑猫 呸 那椅子一摇过来 阿贵冲着镜头啊 后面是全体啊 全体演制人员 YouTube这些UP主 全体演制人员 阿贵站在那儿 抱 不 对 站起来了 抱一只黑猫 说了一句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 哎 我说这个电影啊 如果开拍了 阿贵可以出钱呢 阿贵 你最后露一下脸啊 是不是 这简直是个讽刺喜剧啊 最后阿贵露了脸 是吧 抱一只猫 一切刚刚开始啊 所有的 YouTube这些UP主 站一排 傻逼的 是不是 骂共产党的 骂中国死绝的那帮 台湾的那帮小丑 是不是 苏贞昌顶着大脑袋 也站后面 再加上什么 美国的 英国的 航空公司 各个航空公司 大牌子一放 我们都走了 都走了 刷 飞走了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啊 这一出戏 你看没有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啊 非常有趣啊 非常有趣 一个礼拜的时间 中国变成 疫区了啊 我估计啊 翻转过来 时间也 用不了太长时间 也就 估计也就 不超过一个月 这事儿就得翻转 这是我一个判断 把中国列为 疫区啊 我不意外 这事儿啊 是美国一直想干的 但是呢 我觉得也有好处 第一 美国法律规定 疫区 它是不能在疫区作战的 那中国可以利用这个啊 捅一捅台湾这个事儿啊 我提醒大家了 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啊 美国可能在跟 在跟中国啊 我现在想 如果这不是巧合 是中美一起配合着来 故意把台湾要送给中国 那这就是绝佳机会 美国国内法律规定了什么 你中国是疫区 不允许派军队来中国 总统都没有力量 那是疫区啊 美军能往疫区派兵吗 不能 那这个事儿是中国武统的一个什么呀 美国给了你一个机会 窗口啊 你看啊 美国规定疫区到 到几月份 一个月吧 这是个窗口期 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啊 会不会发生大家梦梦以求的那个 武统的那幕戏 但是我觉得啊 现在已经给了你窗口期 哎呀 不知道有没有啊 有没有 可能 另外后面还有一个节点 东京奥运会啊 如果中国这个疫情啊 是不是 按照这部戏 一直 一直拖下去 也可以啊 拖到夏天 拖到夏天 在他是不是 把这个疫区 列为疫区 过多少天以后 准备充足了 也可以统一 统一 这个其实也都可以啊 因为 操作我觉得还是在中国这儿 为啥呢 我这个情况 我上你汇报的 对不对 汇报了 严重了 不严重 我说了算 我说了算 所以这个事呢 有好有坏 把中国列为疫区啊 再有就是 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奶难盟的机会 哎呀 反转不反转 反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事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还涉及到什么 还涉及到有些的这个党派的啊 内部的内斗 这个事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我现在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我也不能说太多 涉及到内斗 可能 所以呢 越来越看头啊 越来越看头 行了啊 我现在只能说这些了啊 刚吃完饭 跟大家得不两句